是以念佛三昧 称为报王三昧 这也就是经里面所谓的 念佛三昧三昧中王 这就是报王三昧 念佛法门出神 没有任何法门能跟他相比 三昧仆贝利顿群首 禅戒阴上上跟人 净土戒阴 从上上跟到下下跟 通收 不像这个禅 禅直收上 这个上上跟 上中下跟都没有分 禅宗不然 只要你肯 像这个经上交跟我们 你看三倍往生 都是这一句话 法菩提心一向专利 不是修 不是修 净土法门 修其他法门 灵命中 将自己修行功德 回向求生净土 也能握上 这个法门 这个法门都打了 没有分 那么从这个 这个一句经文 我们就能够体会到 那修别的宗教行不行呢 基督教 念佛求往生 行 这个法门太大了 没有任何条件 只要是一切善法 没有一个不往生 甚至于干什么样的卧法 只要你把那个念头 从卧念通通放下 真正 忏悔 改过行善 一念十念 还行往生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他就是大善人了嘛 他就是上善嘛 他彻底忏悔了嘛 人心本善啊 他把习性放掉了 本善先前 本性先前 他怎么不往生呢 他本来是佛嘛 他怎么不往生 他怎么不往生